OK 各位觀眾 今天這一集的主題 是大家敲碗已久的一個話題 那就是到底哪一年 才是the best year of NBA draft ever NBA史上最強的選秀年 這邊為了幫各位簡單化 來討論今天的內容 我幫各位已經分好了 三個不同的年份 分別是1984年 1996年 以及2003年 那來者是客 首先Eric 我想要問你 在你心目中 哪一年才是NBA的best draft class 這樣排序的話 我的第一名是2003 84然後再來是96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2003年 大家都知道2003年這一年有誰 LeBron還有誰 第一位跟Chris Bosch 他們是在這三個年度裡面 唯一一組是 他們三個一起同櫃 他們三個 一起同隊 一起出櫃 你是在鬧的是不是啊 現在水節目這樣水了是不是啊 準備了一個禮拜 你都擠你出櫃 You are gay 然後他們三個人同隊 打爆全聯盟嘛 拿了兩關 我覺得在這個強度上來講 他們已經證明大家說 有我們三個組隊在一起 就是最強的team 再加上這個選就還有誰 Karmelo Anthony 可以說如果以歷史上 單打腳步跟單打技術來講 maybe排名前三的球員吧 這個應該是 no doubt about it 效率偏低啦 但是你剛剛還忘了講一個人 我幫你補充一下 Darko Milicic 2003年最強的榜眼 OK的吧 同時也是一個拳擊好手 OK 然後他們那一年還有誰 Mo Williams 他也進過明星賽 然後他們在後面的選就位還有誰 Kendrew Perkins 大家都知道 跟Seltics拿過總冠軍 然後現在在ESPN 當這個GM的角色 開始在那邊 唬爛一通 是Kendrick Kend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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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卡掉 Kamron Whitmore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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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這個選秀年呢 其實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 角色型的球員 所以以整體艦隊來講 他們是有名氣球員 也有角色球員 我覺得跟其他兩個年度比 整體的實力是最好的 而且如果 你們要說得分後衛 像84年是Jordan 96年是Kobe 03年是D-Wade 那我覺得在這個timing 我說D-Wade是歷史前三得分後衛 應該沒問題吧 對吧 你們兩個排前面 OK 那回到我們 LeBron 請問誰是歷史第一小前鋒 Jason Tatum 當然啦 就是另外兩個年度就沒有這個人選 所以我覺得2003年唯我的 first one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Eric 我必須說 你對2003年的了解真的不夠 你剛前面提到 角色球員 你都提到角色了 怎麼可以沒有我們 但是他是Pachulia 如果不是他那一角 勇士後面會拿到冠軍 所以那座冠軍 應該也要算他一份吧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漏算了 你漏算了 漏算了 我漏算了 我想說 我都忘記太久 我們來上節目 就是上節目要來這樣 搞一下 我太那個了 忘記做效果 忘記做效果 好 Brian 聽完 Eric在那邊唬爛 你同意他的說詞嗎 還是你有不同的看法 要提供給大家 如果是我排 我會排1996年 然後再來1984 最後才會是2003 1996年前面最強的幾個球員 雖然沒有03年或者是84年那些人 那麼多的豐功偉業 歷史地位那麼高 可是這幾個人排出來也是 都是曾經所謂的 Franchise Player 比如說Kobe 也是超級多人心中的Gold 而且他是史上唯一一個可以拿來說是 MJ接班人的人吧 應該沒有其他人了 再來是 AI大家也都知道 Steve Nash Ray Allen 這些都是最有名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他們是最好的一年選手 是除了這幾個人以外 他們大概加起來總共有大概10到15個球員 是全部你都叫得出名字 而且也都是常年在球隊是那種 很有用的資產 站穩先發陣容的球員 比如說像什麼 Antoni Walker Germaine O'Neill Dazee Pegia Marcus Kambi Stefan Marbury 甚至是你要說Undrafted的 Ben Wallace 講完這麼多 我這一年是最全面深度又最深的一年 有傳統型的純控球 得分機器 門神型的這些內線球員 或者是神射手 甚至是搖擺人 延伸四號位 這一年全部都有 而且我問你們兩個 這三年選秀 哪一個是你最有把握眼睛閉起來 你還可以挑到一個算很有用的球員 就是這一年 其他年60個人可能只有四五個人比較有用 可是今年很平均 就你怎麼選應該都不會太累 所以我才會覺得今年是最好的一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1996年是深度最夠的 但是同時 他的天花板也不見得比其他的低 那如果是這樣子判斷的話 那1996年 你認為是最強的嗎 對 然後84年最強的那幾個 又比03年的再更強一點 所以我大概就是這樣拍而已 OKOKOK 等一下 我先醒個鼻涕 要準備了是不是啊 要穿防彈衣嗎 沒有 那在我開始講之前啊 我先跟所有觀眾道個歉 對不起 我的這兩位小老弟 他們對籃球的研究不夠深啊 1984年 一定是NBA史上最強的Draft5 是完全沒有討論空間的 為什麼 啊你就老人不是嗎 你是要為你自己的年齡道歉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他這樣臭 欸我們的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欸 啊但是你的Go不是LeBron嗎 我的Go是 欸不是啊 我的Go是LeBron 可是大多數的人的Go 是我們的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嘛 但這個 只是小猜一點而已 當年的狀元是誰 Hakim Olajuwon 那你前面提到的 什麼位置上面的排名 中鋒第一排名是誰 Hakim Olajuwon 得分後位 排名第一的是誰 Michael Jordan 有任何疑問嗎 再加上我們的 Point Guard John Stockton NBA史上第一的 超級王 以及助攻王 把他排在控球後衛的No.1 有任何疑問嗎 Hello 我是從不影戰的GM 今天要來跟各位討論的 是史上最強控球後衛 Top10的排名 排在控球後衛的No.1 有任何疑問嗎 他等於是現代籃球的Iron Man 要拳琴 有拳琴 要數據的累積 有數據的累積 要季後賽的Clutch Shot 他對上我們火箭隊的那些Clutch Shot 多的咧 是不是 場上5個位置 這個選秀就佔了3個 還有什麼好說的 那這些都只是名人堂等級的球員 這邊再補充一個球 Sparkly 靠北歐 靠北歐 這些都算了 我先跟各位分析幾位 你們大家沒有聽過的球員 首先 Sam Perkins Michael Jordan 北卡大的隊友 NPA史上第一位 中鋒有外線威脅能力的球員 再來 有一位球員 大家一定沒聽過 他叫做 Alvin Robertson 11個賽季裡 他有5個賽季 場均超級 達到3次以上 可以打斷你一下嗎 你剛剛自己介紹這個球員的時候 第一句就說 大家可能沒聽過他 那這樣會讓這個選秀看起來很強嗎 我讓大家多增長點知識嘛 是不是 我先開課了嘛 對不對 開課開課開課 你們在旁邊無音無音一下嘛 對不對 耶耶耶 呦呼 選我選我選我 那個黑社會妹妹的那個 要跨坐在你的肩 要跨坐在你的肩膀上嗎 親一個就好了啦 別管他 11個賽季裡 他大哥就5個賽季 場均超級高達3次以上 8586年的賽季 他的場均超級更是高達3.7次 你不說 我還以為他是新北國王的曼尼高咧 是不是 順帶一提 Alfred Robertson在那一年的超級數據 至今都還是NBA 單記超級次數的紀錄寶石人 光這一位球員 就屌打你們那些什麼 I屬性啦 對不對 什麼Dewyn Way Dewyn Way有拿過超級王嗎 第一位有拿過超級王 他是得分後衛最會超級的人 他是最會蓋火鍋的 火鍋吧 後會蓋火鍋 喔 對不起 好 拍掉了 對不起 我是我 怎麼樣 阿你的人有拿過火鍋王嗎 但我覺得Dewyn 好像真的有拿過超級王 火鍋王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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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後衛嗎 我是後衛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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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因為有拿過火鍋王 得分後衛的火鍋王阿 所以就這些球員阿 我們要配角球員 有配角球員 要名人湯等級 有名人湯等級 要夠 籃球場上五個位置 我們就有三個夠 最最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一年的選秀 有一位球員有被NBA選到 雖然說他從來沒有打過NBA 可是他號稱是史上沒有打過NBA最強的球員 同時他也是你剛提到的 Kobe Bryant 他心目中的go 那就是我們 Oscar Schmidt 巴西的那位傳奇啊 各位 因此1984年 毫無疑問 一定是最強的選秀年 你們兩位有什麼不滿的嗎 有什麼想要argue的嗎 開放你們 看到你那個臉 我就不想argue了 那什麼臭屁臉 這集只給觀眾一個啟示啊 就是人越老會越固執 你給我再講一遍 那這樣最後啊 96年跟03年 你會 哪一個會排在前面 老實說我必須要排96年在前面 不是說03年不強 我認為03年的高度 跟84年 以及我們的96年 都有的比 但是03年的缺點是在於說 他們最頂的球員就那麼幾位 剩下的不是跑去打武術啦 要不然就是進聯盟的時候一堆頭髮 然後後面打一打就變光頭了 這個 這有什麼關係 誰 這有什麼關係 Chris Cayman啊 要不然 你不要在那邊禿頭在那邊扯別人 同溫層 你找同溫層 你哪有禿頭啦 要不然就是脊椎受到傷害的TJ-4 又或者是 可能是靠爸爸進NBA的 像Rufo Alton中等級的球員 就是你知道2003年 他太top heavy了 當我們在看一個選秀class 到底強還是不強的時候 我認為天花板跟深度都非常重要 所以1996年我認為贏的地方 是在於他的深度 但是我們1984年 要深度有深度 要天花板有天花板 你說深度那你剛講出來 你前面講1230和 Kim Jordan Barclay John Stockton 你到第五個人 劈頭就先說了什麼 大家可能沒聽過 對啊 那請問他的深度 到底在哪裡 等一下 深度的部分 Albert Robertson 真的是被低估的一位球員 他也入選過明星賽 超級王 再來我們還有 Kevin Wallace Kevin Wallace 是老英隊 在木桶博還沒加入前 最強的中鋒 場均可以高達18顆籃板 你敢信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Oltis Thorpe的球員 他可以說是 Hakim Olajuwon 可以在94、95年 連續兩年拿到FMVP 最好的一個幫手 打4號位 跟Hakim配合的 那可是天衣無縫 這些球員不是不強 只是因為年代久遠 他們被遺忘 對不對 像你們這幾個小兔宰子 你們就對84年就毫無研究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集 是為了要完成你的一個夢 你想要跟大家來講個鼓 告訴讓聽眾知道你的深度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來 當你的炮灰啊 你的意思是這樣啊 欸沒有 欸 你看 不是這樣子的吧 我只想要跟各位講 對不對 Michael Jordan Hakim Olajuwon 還有我們John Stockton 以及Charles Barclay 都是來自同一屆的選秀啊 所以當大家在吹捧2003年 跟1996年的時候 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1984年的選秀啊 這個是絕對值得大家一個 Respect的一個 Draft Class 可是你真的要講到深度 1996年他是有 大概10個以上的球員 他都是奪冠功成 或者是當家球星 有10個哦 這才叫所謂的深度吧 夠格的球員已經到了兩位數 但是你們這兩年的 差不多只有5個6個 頂多7個 還是8個 還是9個 再 不是啊 你們有權情嗎 權情哦 哎 你們有像 Sam Bowie那樣子的 勵志故事嗎 腿都斷掉幾次了 還可以回到球場上 你們沒有勵志故事嘛 你們也沒有權情嘛 是不是 你們後面的那些球員 都在輪修啦 是不是 年輕球員不會打球啦 就是這樣 你在那邊 太soft 刷老人那一套了啦 沒關係 我們一往常 交給大家來評論啦 不知道各位觀眾 你們認為 到底是1984年的選秀比較強 還是1996年 又還是 你支持我家的GO LeBron James的2003年啦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Peace 我是WithMyHome Mr.Eric 拜拜